一眨眼 2022 年已经进入到了 4 月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一款即将在 2022 年下半年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新车 而且这款新车会有 Turbo Engine 它是什么车呢?就是全新的 Honda HR-V 实际上 Honda HR-V 已经发布了一段算是蛮长的时间 可是这几年因为疫情导致了停工、芯片短缺等等的问题 延缓了原厂布局新产品的速度 新产品率先在日本市场还有欧洲市场发布 接下来就来到了东南亚 一开始这款车在日本它只有两种引擎配置 一个就是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跟我们的全景一代 Honda City 是一样的 121PS 119 HP 145 Nm 然后匹配 CBT 变速箱 至于另外一个引擎动力则是 IMMT 的真程式混合动力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31PS 大概是 129 HP 左右 峰值扭力表现 253 Nm 同样的跟这个 City RX EHEV 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两个引擎配置在马来西亚市场 甚至在东南亚市场应该都是比较难一些 因为第一方面 消费者会觉得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会没有力 而混合动力引擎消费者的信心又不是太足够 所以东南亚市场会不会有新的引擎配置呢 都是我们一直在猜测的情况 一直到最近原厂在印尼市场发布了印尼版本的 HR-V 终于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 印尼市场跟早前新加坡还有泰国发布的版本不一样 它们都只有 1.5 公升的 IMMT 混合动力引擎 但是印尼市场提供了 1.5 的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 1.5 的 VTEC Turbo 引擎 我相信 VTEC Turbo 应该会让大家非常兴奋 实际上在上一代的车型 中国市场还有欧洲市场已经提供了 VTEC Turbo 引擎的选项 只是马来西亚市场没有而已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除了印尼市场之外 马来西亚市场也会拥有 1.5 公升的 VTEC Turbo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是 178 PS 大概是 176 PHP 峰值扭力表现 240 Nm 重点是它是一具 4 缸的引擎 所以我相信单就这一点来说 这个 4 缸引擎对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已经有很大很大的吸引力了 然后重点是这款车除了涡轮引擎之外 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卖点 这款车的外观细节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 它变得非常的精致的 但是它却保留了一些上一代 HR-V 的元素 例如说这个车两边的后门隐藏式的门爬 让它的一体性非常的高 而且它采用了这个类 Coupe 的设计风格 运动感很强烈 并且加上时下流行的 3D 连贯式 LED 尾灯 晚上的话它的识别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加上这个头灯主 我完全觉得新一代的 HR-V 就是一个精品的日系 X-UV 它的精致程度甚至是不输 Mazda 的 CS30 个人觉得这个外观设计非常的成功 而且这个成功也不是我讲的 最近这款车在欧洲市场刚刚获得了这个 Red Dot 的设计大奖 所以足以证明的不是我讲它漂亮而已 其他的人甚至是专业的评审都觉得它漂亮 内装的部分我们可以先参考一下泰国版本 还有印尼市场版本的 HR-V 这款车的内装其实也进步的非常的巨大 里面的这个设计的质感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而且这一次新车导入了这个7寸的半数位化仪表 也就是跟这个 City RX 还有这个 Honda City V-Cent 一样的设计 数位化仪表代表着它可以显示的资讯更多 显示效果也更绚丽 还有中间的这个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自然是少不了的 Honda 一直在这个触屏主机方面不会太吝啬 我们如果以泰国的版本参考的话 它使用的是跟 City 一样的这个8寸的触屏主机 设计不错 但是可能会导致后面有一个突起 就是我们俗称的电视机啦 可是我个人其实并不是太在意这一点 因为主要这个触屏主机功能强大就足够了 另外一点像是电子手刹车 Auto Hold 当然是跑不掉的 在安全的部分 全新一代的 HR-V 预计大马版本会有很大的升级 也就是跟这个 Honda City FE 一样 全车系标配 Honda Sensing 包括了拥有 Stop & Go 的主动式定速全航 如果真的是全车系都有这个配面的话 会大大提升这款车的竞争力哦 前面整体铺陈下来 现在就讲为什么会觉得马来西亚版本会有涡轮引擎 因为就像我之前说到 马来西亚市场的消费者对于混合动力引擎的接受度不高 是有但是不高 所以我们相信马来西亚市场呢 应该也会有这个 IMMD 的版本 至于走量的车型呢 应该就是交给这个涡轮引擎去决定了 因为1.5 的自然进行引擎给你 你可能也不会买对不对 所以我相信我们会有这个 1.5 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 如果有了这个涡轮增加引擎之后呢 这款车的这个竞争力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强大 至于定价方面 当然 Honda Malaysia 目前是没有告诉我们关于它的定价 但是我们可以来进行个猜测 上一代的 HR-V 跟这个 City FC 1.8 价格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价差大概是在 5000 令吉左右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一代的 HR-V 如果搭载涡轮增加引擎的话 它的起步价很可能在 12 万令吉左右 如果 12 万令吉左右的话 你可以发觉这个车的竞争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因为它的最主要对手 Toyota 的 Corolla Cross 价格大概是 12 万 3000 令吉左右 它便宜了 3000 如果加上它真的有涡轮引擎 加上这一个 Honda Sensing 的话 入门版将会完全压倒性的胜利 这个也是 Honda X 以来的卖点 最好的引擎动力跟最强的配备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这款车会在 2022 年的下半年 于马来西亚市场销售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记得要留守我们的频道 有第一时间我们一定会为大家送上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和我们吹吹吹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关掉之前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